民眾黨後來長成什麼樣子 這個很重要 接下來幾個月 或者是之前幾個月 討論都不超過這兩句話的重點 叫做大家都愛柯文哲 但誰也不爽誰 民眾黨的特色就是 大家都愛柯文哲 但誰也不爽誰 所以每一個人 每天上班的時候想的就是 我要怎麼幹掉身邊那個 跟我平起平坐的人 然後以此來換得 我對柯文哲的忠誠 讓柯文哲願意重用我 楊寶貞也不必討 蔡秘魯不是也被鬥嗎 謝利公連選都沒得選 鬥來鬥去 鬥到最後留在柯文哲身邊 還記不記得柯文哲 還罵過他自己的立委說 隨家的狗帶回去管好 這個就是權威 民主時代 要有人這樣子講話的 我如果這樣子跟助理講 我第二天就被爆料了好不好 可是要確定這種壞事 不能傳千里 要很低調 鎖在決策圈裡面必須要 怎麼樣 大家都要忠誠於我 而這個我是誰 就是柯文哲 所以大家都愛柯文哲 但誰也不爽誰 他們還有第二招 這個還沒有被揭露過 叫做故意巧遇 巧遇是什麼意思 走在路上不小心遇到叫巧遇 不小心的要怎麼故意 為什麼我會說故意巧遇 因為橘子秋遇凱這兩個市長式的專員也好 秘書也好 實習生也好 這兩個人最擅長的 就是假裝路人PO跟看到柯文哲的照片 秋遇凱當時 野生柯P就對了 野生柯P就是 創造一個說你看柯P在做劫 沒有錯 野生柯P就是秋遇凱一手創造出來的 當時他進入市政府的時候 就有被質疑說 他是不是喬兵義怎麼樣幹嘛的 做什麼事情 結果後來在PDD裡面被人家爆料 有幾十篇 十幾二十篇的文章 他同一個人 在十幾個不同的地點 遇到柯文哲 然後遇到的時候都是大眾運輸 三更半夜 凌晨公車 那種好像很清廉 愛民 然後那個很節省的形象 結果翻出來全部都是 玉凱邱這個賬號發的 你以為只有邱玉凱嗎 橘子就是負責幹這種事 跟這件事情在哪裡 他的地點是在臉書上 他會不會在臉書上做什麼 柯文哲好辛苦好辛苦 但是除了這個護航自己的老闆之外 他會拿這種方式來殺別人 就是用爆料的方式 你看質詢的時候又有官員在玩手機 這是我們要的政府嗎 這是我們要的官員嗎 然後就會有還不一定是同黨的 可能藍綠的議員 就會拿出來說 市長我問你 你允許你的局長 在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怎麼樣嗎 然後他群起為之 這個叫借刀殺人 這也是柯文哲 因為他知道他以小博大 他必須要一直用不同的力量 去制衡另外一邊 直到有一邊不跟他玩為止 柯衛你怎麼樣來看 他這樣一個角色 以及柯文哲 他在市府主政下 其實我不知道市府的文化 是不是也到了民眾黨裡面 都是鬥來鬥去 鬥個不完 事實上這個很多人說我內餡很多 要知道我是一顆餃子 我當然內餡就會很多 除了內餡多之外還有一種說法叫有料 所以很多人說我有料 這很正常 講到橘子 他的狀況其實做一個管理者 管理學院畢業的 橘子的行為絕對不是橘子 想要這麼做的 而是管理者縱容他這麼做 甚至是誘導他這麼做 讓他覺得你要這麼做 才能夠獲得我的歡心 你要這麼做才能夠進入我的核心 你要這麼做才能取得其他人的信任 我們已經很多的時候討論過 舉止是怎麼進入柯文哲核心的 他核心到陳志涵都沒有他核心 黃珊珊都沒有他核心 柯文哲的前USB沒有交給黃國昌顧 沒有交給許甫吳一軒顧 交給橘子顧 這麼核心怎麼來的 他一開始在最外圍自己報名粉絲團 臉書的粉絲團 柯粉俱樂部 柯粉俱樂部 然後這個在各地辦活動的時候 柯文哲就發現 柯文哲的幹部就發現說奇怪 怎麼大安區也有他 信義區也有他 東門也有他 然後這種鐵粉久了 這個大家幹部之間就會認識 那認識之後柯文哲 就幹部就回報柯文哲說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橘子 橘子我親戚叫進來上班 出事情的時候還說 這個是柯媽說這是我親戚 那橘子從最外圍 這樣一層一層的要往裡面跑 所以他必須要表現得怎麼樣 更激烈 因為他時間短嘛 然後他的這個資歷淺 所以他要表現得最激烈 要柯文哲最想要做 但是又最不能做的事情 那是什麼 就是柯文哲的間諜 柯文哲的貼身 這個要他可以說是 要他出去擋刀的時候擋刀 然後要他出去這個 道歉的時候道歉 這麼一個貼身的世衛 所以這個鬥爭文化 橘子長成這個樣子 是柯文哲的問題 是柯文哲縱容的 所以我們再講一件事情 民眾黨或者說當時的北市府 柯文哲的帶對核心到底是什麼 民眾黨後來長成什麼樣子 這個很重要接下來幾個月 或者是之前幾個月 討論都不超過這兩句話的重點 叫做大家都愛柯文哲 但誰也不爽誰 民眾黨的特色就是 大家都愛柯文哲 但誰也不爽誰 所以每一個人 每天上班的時候想的就是 我要怎麼幹掉身邊那個 跟我平起平坐的人 然後以此來患得 我對柯文哲的忠誠 讓柯文哲願意重用我 楊寶貞也沒被鬥 蔡壁如不是也被鬥嗎 謝立光連選都沒得選 鬥來鬥去 鬥到最後留在柯文哲身邊 還記不記得柯文哲 還罵過他自己的立委說 隨家的狗帶回去管好 這個就是權威 民主時代 要有人這樣子講話的 我如果這樣子跟助理講 我第二天就被爆料了好不好 可是要確定這種壞事 不能傳千里 要很低調 鎖在決策圈裡面 必須要怎麼樣 大家都要忠誠於我 而這個我是誰 就是柯文哲 所以大家都愛柯文哲 但誰也不爽誰 這個有一個很致命的缺點 因為這個就是威權專制體制 他的致命缺點就是 你把第一句話拿掉 大家都愛柯文哲 這句話拿掉 柯文哲不見了 柯文哲去土城 出國深造了 那剩下什麼 剩下誰也不爽誰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 各個派系透過放話 輿論跟拍投書威脅 然後再互鬥的過程 這也是柯文哲允許的 還記不記得學姐去宜蘭出去玩 結果就被拍了 戀情就被曝光了 張毅上也被拍了 就很奇怪 民眾黨很多人會很喜歡被拍 當然除了自己裡面的人 坦白講你要知道 那個時候民眾黨小到 不要說五席立委 就只有一席台北市長 那我問你學姐被拍戀情公開 對學姐有什麼殺傷力 會影響她在市府裡面的權威 影響她女神的那種人性 她就是用偶像在經營的包裝就對了 很多宅男當時一爆出來 都頭撞牆 換面 原來是用這種方式來演說 怎麼沒有想到她有 所以她不是 這個就不叫民主了 這個其實都已經是灰色手段了 這個甚至抓到的 你們叫民眾黨 你們不是叫台灣真信黨 所以她除了用來自己以外 她也用在其他政黨 甚至其他政黨 喜歡這些招數的 就會跟他們混得特別好 剛剛我們來台北找誰 是不是來台北出庭的時候 找一些人來聊天 然後這些人就很喜歡偷拍 我坦白講啦 就徐小新 徐小新就很喜歡跟高安 他們這些討論怎麼弄誰 所以王毅川也被拍過 陳時中也被拍過 支持這種偷拍文化的 那你們就繼續支持民眾黨 但是我要講的事情是這樣 他們還有第二招 這個還沒有被揭露過 叫做故意巧遇 巧遇是什麼意思 走在路上不小心遇到叫巧遇 不小心的要怎麼故意 為什麼我會說故意巧遇 因為橘子邱玉凱 這兩個市長式的專員也好 秘書也好 實習生也好 這兩個人最擅長的 就是假裝路人PO 跟看到柯文哲的照片 邱玉凱當時 野生柯P就對了 野生柯P就是 創造一個說 你看柯P在做劫 沒有錯 野生柯P就是邱玉凱 一手創造出來的 當時他進入市政府的時候 就有被質疑說 他是不是喬兵義 怎麼樣幹嘛的 做什麼事情 結果後來在PTT裡面 被人家爆料 有幾十篇 十幾二十篇的文章 他同一個人 在十幾個不同的地點 遇到柯文哲 然後遇到的時候 都是大眾運輸 三更半夜 凌晨公車 那種好像很清廉 愛民 然後那個很節省的形象 結果翻出來全部都是 是玉凱邱這個賬號發的 你以為只有邱玉凱嗎 橘子就是負責幹這種事 跟這件事情在哪裡 他的地點是在臉書上 他會不會在臉書上做什麼 柯文哲好辛苦好辛苦 但是除了護航自己的老闆之外 他會拿這種方式來殺別人 就是用爆料的方式 你看質詢的時候 又有官員在玩手機 這是我們要的政府嗎 這是我們要的官員嗎 然後就會有 還不一定是同黨的 可能藍綠的議員 就會拿出來說 市長我問你 你允許你的局長 在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怎麼樣嗎 然後他群起為之 這個叫借刀殺人 這也是柯文哲 因為他知道他以小博大 他必須要一直用不同的力量 去制衡另外一邊 直到有一邊不跟他玩為止 大家都知道柯文哲在提名 是為了要喊架 你憑什麼5%的去威脅 45% 50%的人 就是因為他如果參選的話 會影響到他同質性高的 那個政黨 所以他過去威脅民進黨 現在威脅國民黨 你以為藍白河是怎麼來的 所以他的這種威脅 就是借力死力 借刀殺人的方法 就是用在他整個民眾黨 跟台北市政府的公鬥劇裡面 我簡單講 現在演變到這邊 柯文哲要出來的機會渺茫 所以坦白說 我接到的這些內線爆料者 多數在在意的事情是這個 還記得大家都在柯文哲 誰不爽誰 柯文哲出不來之後 剩下誰也不闖誰 原本那些柯迪系的 市府老員工 民眾黨員們 他們最大的抱怨是什麼 你各位現在在線上的民眾黨員 還有誰幫柯文哲講話 還有誰幫柯文哲申冤 你們連辦活動的時候 柯文哲的頭都不敢放了 柯文哲的名字都不敢寫了 民眾黨已經不是柯文哲的民眾黨 所以這些人灰心喪志 導致這些開始怎麼樣 四處找爆料 文哲東的簡訊我也有一封 據說這個友台的有一個眼鏡 戴眼鏡的也有一封 很多人都有 反正就是很多他想要的窗口 他都去丟就對了 所以這個叫 地下民眾黨的大反撲 黃珊是什麼 黃珊珊是加盟電一代 你是親民黨各個不同政黨 然後跳進來你是加盟電一代 黃國昌是加盟電二代 我們是直營電的幹部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子欺負我們柯主席 所以現在在四分五力在鬥爭 我先預告一下 我認為黃國昌應該已經贏了 因為柯文哲玩到最後 那個借力實力玩到最後 他沒有發現他背後只剩下 只剩下誰 只剩下坦白講叫永峰系統 顧問提前破梗 我們等一下順著走 我們就會聊到張靖遠這個角色 我跟妳講張靖遠我會講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好 那因為今天有一個消息 是這個黃偉翰 他揭露的 那我先請教冠婷是這樣 黃偉翰他爆了一個料 他說柯文哲他不是在 那個9月2號五保試回 然後後來9月5號才又被關押 他說在那個短短的72小時之內 他有特別去跟 不知道什麼場合 可能是什麼去後山花蓮的時候 遇到還是怎麼樣 總之呢 他問的對象是 國民黨檢察官出身的 吳宗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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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問吳宗憲說 USB 如果是裡面有東西 會不會被破解 柯文哲滿腦子都在擔心他的USB 所以這個USB 一定有非常厲害的東西 我們之前講那個什麼 1500 300 500 什麼等等的 他怎麼怕成這個樣子 我聽完韋漢哥講這段話 我只有想要打一段文字叫做 很怕打很怕 會怕打會怕 柯文哲會怕嘛 那一天的狀況是怎樣 9月4號 飛去傅崑崎母上的告別式 現在據韋漢哥他的講法 現在對起來的時間點 應該就是在那一天 尤其有可能是在飛機上面 跟吳宗憲 然後可能剛剛好遇到 然後呢 你遇到吳宗憲 正常來講不一定有什麼話聊 可是 居然找了一個話題聊 重點就是問說USB 如果被勾擊出來 被破解 所有裡面的東西會不會被看到 吳宗憲展丁姐你跟他講 會 然後據呢 黃偉漢轉述現在的現場狀況 柯文哲充滿焦慮感 就怎麼辦 會喔 代表什麼意思 你想一下當天的時間點 9月4號是什麼時候 就是當時民眾黨總部 以及柯文哲家裡已經被衝了 該扣走的東西扣走了 然後有一些人該跑的跑了 跑不掉的 所有的狀況都在那個狀況底下 柯文哲面對的是 檢方第一次要壓他 沒成功 大家也記得吧 所以因為壓他沒成功 所以可以在外面趴趴走 傅昆琦當天還針對柯文哲 那個大難沒有被扣 然後出來 然後還跑去他母上那邊 還跟媒體講很感謝他 在那個情景之下 柯文哲念之在這是什麼事 是民眾黨的生死存亡嗎 不是 是整個案子當中的審慶經嗎 不是 是他的USB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那個USB很恐怖 等等 USB有可能放一些 他平常的消遣娛樂 但不想給人家看到了 這會擔心嗎 需要問到檢察官嗎 當然我進一步講 而且柯文哲 他聽到吳宗憲講說 會針對內容去勾擊 據黃偉人講的法 柯文哲是一眼不可置信的樣子 你在不可置信什麼 裡面到底有什麼見不得人的 龜陽你講的是一個角度對不對 但現在確定的一個角度是 不是科幻小說 謝國良已經證實200 謝國良就是200萬 對 所以錢會一覽無遺 全部會被對出來 不是啦我是在講說 除了這個file夾之外 還有什麼嗎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有這個東西之後 我們就往這個方向去 對 那男生的話 如果你們被收到說 有放一些 18禁的東西的話 沒有啊 你會問檢察官嗎 不會 合法的 然後不要是魏成年就沒事 魏成年會有刑法啊 沒有這講白是這樣 會受刑事責任啊 會當家人 不要講個只有佩琪會在意的事情 所以重點 絕對不是那個貴啊 所講的是 其他男生的私密小天堂 絕對是其他東西嘛 好我要講第二點 現在有一個傳聞傳出來這個USB喔 聽說檢方扣到的 不是原版的 現在外面有傳一個訊息 就是說 原本的這一個USB 被橘子帶去日本了 那不是啊 可是我覺得這個有一個bug 就是說 我已經很擔心這個東西被破解了 我竟然還copy了另外一份 那不是風險中的風險嗎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代表柯文哲最信任橘子嘛 所以把原版的給他嘛 可是呢 自己也要留個備份 然後就扣出來了嘛 不好意思 我減數一下 可能是這個樣子 你叫柯文哲做帳 你覺得他會做嗎 他一定不做 所以他的情況是怎樣 橘子 審慶金1500 某某人200 某某人500 他就寫了啦 他是寫了嗎 所以誰做帳 橘子做帳 那一個檔案是誰的 你這個推論合理 所以橘子有原版的嘛 然後柯文哲要看啊 那你總不能 你看的時候我就不能做帳 我做帳你就不能看嘛 所以他們會有兩支的原因是這樣 柯文哲就是CC啦 分享 你這個合理 因為我也有問過我民眾黨的朋友 他說他眼見 柯文哲是連Excel都不會的人 所以這個 我為什麼要講說 橘子手上的USB 可能真的是外傳是原版 因為現在據黃偉漢的講法 柯文哲問吳宗憲的問法 是說如果裡面的資料啊 有刪掉啊 有檢調啊 檢方有沒有辦法把它還原 包回來 對 這代表什麼意思 你真的有把本來USB的檔案 有刪除東西嘛 那是什麼東西刪除 檢方如果把它破解的 勾起出來 就中了嘛 但第二個我要講橘子 今天不一定要破解啦 橘子回來把那USB給剪掉 就真相大白了 橘子那個是原版的啊 所以現在你看出來嘛 北檢非常保護橘子嘛 都叫我們不要亂講嘛 正人而已喔 不要再講他是犯嫌喔 然後呢 但現在因為得罪太多人了 所以才會有朗東哥那個 裡面的人看不下去想說 不要把他講好人啊 那是因為檢方需要他 所以不要把他講太壞 啦